您知道2020年 全台民众用掉多少个一次性塑胶杯吗 40亿个 其中最大宗是饮料店 占整体4成3 其次是一般摊贩 超商餐饮业 有点烫哦 喝的小小心烫好 谢谢 环保署政策7月1号上路 只要民众自备环保杯 一次折扣5块钱 价格让人很有感 像我一天的话 都要一杯咖啡 那如果这样子一个 一天折5块钱的话 那这样子一个月下来 也差不多有一两百块 政策第一阶段 针对四大连锁业者 包含饮料店 超商 大卖厂 速食店等 政策的执行 都有一定的缓冲期 货源 它说吞了很多便利杯的那种东西 应该是还可以消化掉 那民众只要10% 20%来少 自己带杯子 这样的话 对垃圾减量来讲 就已经有非常大的成效了 第二阶段目标 希望禁用保利笼杯 推动循环容器 搭配价格优惠 你我只要多使用一次环保杯 对环境的负荷就能减少一点 大约新闻来源 李月威 台中报道 我们下转发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